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Kimino Nawa先生好评热音 不断不知道大家已经进电影院刷几次了呢? 在之前台湾口碑场刚上映时 我就做了一部对于此作品的点评 不得不说你的名字真的是一部令人感动万分的电影 而在不断不断重复刷了好几遍后 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其时间轴的措置与排列 还有其中许多彩蛋观念的套用 因此接下来的影片会顺着剧情的发展 谈谈梦境与现实、灵魂互换 以及一些剧中套用的文化观念 同时也讲一些值得注意的剧情细节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切入吧 首先,容我建立几个大观念一变之后的解析 第一,讲讲这部电影推荐的方式 《灵魂互换》 这个主题在以往如乱马二分之一的变身情节 或是漫画《我在马里的身体》里一部分少见 而此故事的主轴就是围绕在一男一女交换身体的发展 第二,在故事一开始有这么几句独白 《梦境》是一种当下十分清晰 但同时之后极为容易忘记的东西 而在此,不得不提及 Christophe Nolan的经典电影《全面启动》 在这部电影中,梦境是分为好几层的建筑结构 主要在于探讨现实与梦境间相互的影响 以及是否能够记得你曾经经历过的幻象 甚至是虚与时之间模糊界限定夺 而你的名字不断的不断的提及 好像做梦一般这个感受 但结构上又全是以现实来搭建 那么,如何去区分梦境与现实便是观众最大的课题 这就会延伸出了一个常见的说法 也就是《雨之梦》 这类型的幻象泛指我们在未来或是现在 突然有一小段时间对于眼前的人事物过分的熟悉 并且深信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梦 亦或是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既视感 而这个观念可以在最后 男女主角一眼验出彼此的当下容易的被体会到 最后一个大观念 就是请各位暂且把《龙与三叶》在《遇生体》相见之前的时间轴 全部看作是平行宇宙 这个故事的时间线共有四条 三叶已死的龙的时间线 三叶会死的三叶的时间线 三叶没死的龙的时间线 以及三叶没死的三叶的时间线 而如果以陨石坠落为分界 后两条线在陨石坠落后可视为重叠的同一条线 为什么会这么说 平行事件的概念总的来说就是 同时并进并同时拥有相同世界观设定的两个宇宙 只是部分人事物的历史演变或是既有存在可能会不同 而我会要你把这部电影的前段看作是平行世界 是因为在剧中前中段龙所在的是 绘合坠落并确定已死去500人的三年后的世界 相对于三叶所在的绘合还没坠落 如果确定坠落那会死500人 但就是根本还没坠落的世界 拥有的世界观基本上一样但有着些微的差别 也就是历史上的涟漪 过去理论上来讲不能改变 因此我们才说如果发明时光机可以前进到未来 但不能回到过去 综合了无法互相干涉到有重大异变的地步 即时间与三叶差距同时并进 这几点我认定故事前段可当作是平行宇宙 感谢您收听亚次元的科学小教室 大观点差不多讲完了 开始来解析剧情吧 最开始独白桥段所说的会心之后极为梦境这一点 因为牵涉到最后面的剧情所以之后再提 我们先快转到小雪老师的教科内容 也就是关于《黄昏之时》的描述 这一段说明了人部电影非常重要的观念 首先揭露以下几句剧中话 傍晚非日非夜时段可能会看到非人之物 也可以称作是何者为比 也或是比为何人 俗话来说的话 有风魔之时或是分身之时 的说法 这段话可说是让整个剧情合理化的重要推售 因为这样的基本设定故事才得以推展 再来是学校休息时间的聊天 三页提到最近一直在做变成别人的梦 Teshi就说 这一定就是前世的记忆 你在无意间连接到的另一种宇宙 哎呀太好了我的说法被验证了 好啦这段话看似只是开开玩笑的对白 不过前世的记忆这个观点并不是无法解释 因为就算那个前世在剧中并不是Mizuha 而是Taki 但如果说三页已经死过了 那他再次经过一段人生并偶然梦到破碎记忆 这不无可能 接着我们来到工学家组纽编制的段落 也是极其重要的基本设定 我就把这一段练通他们上山前往御神体那一段 放在一起讨论 根据婆婆一页的说法 绳边又与串联人与时间的流动 时而聚集成形 扭曲缠绕还原断裂 而Mutsubi 一词代表日本造化三神之一的铲铃 同时又跟代表人与人 神线以及时间流动的结同音 而新海城这部电影就是以Mutsubi的观念串通整体 三夜的法带、龙的手环乃至密手钉都是套用死依观念 在这一系列的世界观概说集角色出场后 Red Wimps的前前前实战故事真正开始运转 在节奏明快的一系列灵魂交换后 剧情来到了三夜一家带着口角九千碗御神体的桥段 藉由将Kuchikamisake带至黄群下的影视 代表人半生的口角九与本人产生了结 而如果不用珍视之物交换就无法回到现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后龙再吞下了口角九后 得以让三夜回世 亦或是说重现过去 接下来就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分界之一 在黄昏之时 婆婆看向三夜并说道 下期间龙在自己的时间线上惊醒 代表他已经回到原本的身体 并结束了交换灵魂的梦 很有趣的一点是 所以婆婆当时看见了龙的存在 亦指龙在刚刚那个黄昏之时的时间点是存在的 因为未来是不可视之物 也就是说 藉由梦的串联 两个平行世界得以互通 这也让整部电影似梦非梦的感觉更加强烈 解释为何这部作品如此深耀之处 同时未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直到彗星坠落之前 三夜方的时间线都不是连续的 而且全是幻想的梦境 虽然指出我个人的见解 不过在婆婆那一句疑问之后 如果三夜的时间线依然继续流动 加上龙以及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那三夜要组合回答 这样的话我就会认为 三夜现在依然只是存在于梦境里的现实 或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存在 故事持续推展 来到龙和奥斯前辈的约会 这时我又注意到了一点 那就是剧中的血争展里的Hida 看完电影后我查了一下 飞陀位于日本岐阜县北端 此线又刚和于密手钉的原型 周仿湖所在的长野县碧林 那么在剧中 密手钉的血争归类于飞陀展区之下 又是怎么一回事 要解释的话 要不然就是岐阜和长野相近 所以划分在同一块 或者大概密手钉的设定 是在飞陀附近因此而归类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剧中在密手钉秋季的时候 有在卖飞陀牛 证明了飞陀大概就是在附近的山芋 不过毕竟是动画设定 所以也被太认真考究了 一切都只是妄想 对只是只是妄想 故事继续 在约会之后 龙仕途打电话给三叶 而时间直接跳到隔天下午三叶的电话响起 看到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 发现时间不同步的不对劲 在此就来说明一下剧中 三年之差的10月3号和10月4号发生的事情 首先 两天是以三叶剪成短法来作为印象上的分界 方便观众理解时间的先后顺序 也就是说 3号时龙在约会 而三叶翘克前往东京仕途寻找龙 在因为龙没有认出他而伤感之后 回家的三叶就剪了一头短法 并且隔天偷懒继续翘克 稍微强调一下 这段虽然是放在陨石坠落后在呈现 不过时间轴上是在陨石坠落前发生的 所以当时依然停留在三叶会死的三叶的时间线上 然后 然后就是迪亚马特灰星一份维尔坠落密手钉了 这个灰星应该是最值得探讨的剧情要素 根据电影描述 迪亚马特灰星的周期是1200年 正好符合之后 3叶行人坐在会议中所提到 密手符是曾在1200年前的灰星炸出来的 也就是说同一颗灰星炸了同一个地方至少两次 此一说法可以连接到预神体中的壁画 也就是分裂的会合之上 这时就会有一个疑问 预神体有存在超过1200年那么久的时间吗? 不然怎么会有陨石撞击的壁画记录? 答案是有的 线索就在Long查阅相关资料时 宫水神社的年份显示为446-2013 确实超过了1200年没有错 也组证了宫水家爆炮剧中的那一次 经历了至少两次的会形撞击 同时分裂的会形这样的概念 代表着交换灵魂的两人 让这部作品别有一点浪漫的风情 讲的差不多了 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吧 见识到密手钉蝦网之后的龙 逐渐开始忘记交换灵魂时所发生的种种 就如同先前提到的 这全是一场梦 而梦境是一种极其容易忘却的现象 因此他开始认为一切只是幽灵在作祟 甚至单纯是他自我的妄想 不过看向手上的神鞭 藉由所谓Motsubi的力量他回想起 或者是说重新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促使他前往日神体一查究竟 而这也是剧中首次明显的 以杰的观念来连接现实、梦境、时间与人 在日神体喝下了口角酒的一个狡猾 灯光照亮的壁画的彗星 同时开启了龙靶三叶换回现实的过程 此一桥段也是套用了婆婆一叶之前所说的 人和下一体和灵魂连接也称作为杰 杰则就是一连串关于工学家的回忆片段 可说是最有趣的部分 从壁画中的彗星开始 连接龙手上的神鞭 亦芬维尔在仿佛蜻蜓点水般的掠过 再来形成细胞并移来了三叶和四叶的出生 接着在二叶的去世之后 三叶的父亲抛弃了工学神社投入政治 最后在一连串之前焦花灵魂的梦境之后 彗星伴随敲钟一般的叮铃声陨落 龙以时间重置了三叶的身体醒来 并开始试图拯救小镇 从此刻来说龙的身体所在的时间 姑且处于暂停的状态 直到之后临近黄昏分身之时才再次并进 这时又会爆出一个疑问 明明时间相差三年 秘首町的景物也都简仰不同 怎么可能会相见 又他们看到景色为何一样 如果一般想的话 毕竟是个有奇幻色彩的电影 所以也就如此接受这个情境 不过分析的透彻一点的话 在最前段小雪老师就已经说过 在黄昏之时 世界的轮廓会变得朦胧 也可以称作彼者为谁 这几句十分清晰的印证 你的名字这样的标题 也是作为 因此在奇幻风格这样的框架之下 龙与三叶可以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 并在黄昏日落时分相遇是合理的 至于景色则会在同一个时间 变得模糊不清 最终配合剧情需要显示的是 彗星坠落前的密手钉 而当分身之时结束 两人再次分离 记忆再次变得模糊 现在虽然两人的时间轴 可以视为以三年多之差同时并进 但又逐渐再度回归到做梦的状态 所以互相的名字逐渐忘却 但是生在过去的三叶 因为是正在影响历史者 所以记忆或许会比较清晰 相对于龙在隔天早上 对于自己为何生在育身体感到疑惑 他并不处于梦境的状态之下 接下来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部分 那就是当两人分离之后 三叶怎么会知道避难计划细节 并且前往发电厂 因为我个人是不觉得龙在黄昏时 有对三叶说明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用电影 《环太平洋》的设定来思考 在这部电影中 机甲扎实会通过特殊科技并连接心智及记忆 而在你的名字中 大概从三叶回事的那一刻 两人的记忆便开始重叠 直到分身之时 毕竟有着Mutsubi这个观念存在 所以这样应该是解释得通的 OK 现在来谈谈故事后段 三叶两度说服他父亲的场面 根据外战小说所陈述 三叶的父亲公学郡树曾是个民俗学者 来到了密手町 并爱上了当时身为巫女的二叶 之后入坠公学家并成为神主 在二叶去世之后伤痛欲绝 同时看清了公学家种种乖利乱神的信仰 以及居民的观念 包括灵魂互换这一点 因此他不再相信密手的信仰以及神社 之后他当上了盯长并决心改革传统 还记得三叶第一次说服郡树时 他说了什么吗? 我看这种妄想根本就是公学家的遗传 甚至发现了当时三叶的内在 根本不是真正的三叶这件事 那为什么之后 看见伤合雷雷的三叶冲进办公室 他终于决定下令避难呢? 外战小说有提到 在三叶第一次的说服之后 加上一叶与四叶的来访 告知三叶今日的古怪行径 他想起了以前二叶所提及的一个老故事 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祖纽 束缚住灾祸之龙并将其击败 最终满身伤痕的三叶一脸绝与的站在他面前 一瞬间仿佛如二叶的脸庞 撼动了他的价值观 有着发号势力的力量 他解开了多年来的枷锁 重新去接受这样非常适的概念 从而奇迹似的保住了居民的性命 在梦幻般的会心坠落之后 时间直接往后跳五年 此时就是我最一开始所提到的会心之后即梦境 因为历史的细节改变完成了 所以记忆再次如梦境般被淡忘 只是龙与三叶两人会不由自主地去追寻 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何人一或是何地的事物 故事的最终 两人与虚核神社阶梯上的相遇 既其待却又害怕的心情擦肩而过 明明会很恨却又不敢开口 然而龙鼓起了勇气 转身而问 得到的是三叶的喜极而泣 尽管过去的记忆一旦去 尽管为而会息迹相见能不清楚 不过既然如此那剩下的就只有先问一句 其他像是剧中场景与现实的对照 又或者是新海城如何的突破以往风格 在此就不多做认述了 毕竟相信很多文章或影片也都有提到过 四刷抄笔记加上设定句语言声带的加持 在分析了这么多之后 没想到细节如此之多 资讯量如此丰富 总而言之 KIMI NO NAWA 是一部不管在音乐、背景设定、 人物关联动画作画方面都极其优秀的作品 搭配设定集、外传小说、访谈文章、评论影片一同观赏 相信绝对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感受 那么今天的场面分析到此结束 如果想看到更多用鞋、用泪写出来的脑洞分析 或者是你十分认同以上所做的剧情总整理 那么就赶紧订阅雅思源 收看更多的评论、分析、专题研究和游戏实况的影片吧 我是雅思源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